这个村子里的老鼠太强悍了 他们将猫咪当零食选 饿极了甚至连小孩都不放过 白天都能跑出来打家劫舍 猖狂至极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村民想尽了所有办法 可老鼠不仅没有减少 还越来越凶残 所以村民专门为老鼠养猫 每天用新鲜的猫肉喂养他们 以此来保护自己 直到这天 村子里来了一对父子 只是当这对父子走进村子 村民们雀面露聚色 而村长看着他们 面上露出了莫测的笑 看来这个村子有猫腻 饭桌上 老普对村长说出实情 为了给儿子治病 他们想要前往最好的医院 路过这个村庄 说着他掏出地图 告诉村长 战乱已经结束 漂亮国同意免费帮助他们看地 并且还掏出一盒滑子 希望能够在此留宿一晚 到了晚上 村长和老普单独谈话 他要求老普 不要将战争结束的事情 告诉其他村民 虽然老普不理解 但是毕竟是别人的地盘 他只能满口答应下来 就这样 村长带他见了其他村民 的战乱 才来到这里 只是当时就有村民不乐意了 本就是闹鼠患 还要多两张嘴 在村子里吃饭 老普一听是鼠患 顿时来了精神 他说自己以前 就是卖老鼠药的 可以帮村子治理鼠患 村民的眼神充满了希望 老普说自己笛子 也可以控制老鼠 说着就吹了起来 果然老鼠开始乱窜 随着笛声响起 村子周围的动物 都飞了起来 众人喜出望外 村长见状也表示 如果老普真的治好鼠患 自己愿意给他 老普一听来尽了 儿子看病虽然不要钱 但是他们也需要路肥 于是第二天 老普就开始制作老鼠药 他先在山上看好风向 找到一处只进不出的山洞 然后将玉米面 倒在村子里的每条路上 药粉分布在村子的每一条路上 最后汇聚到山洞口 老普在山顶点燃把火 并且往里面 撒下老鼠最怕的药 烟雾随着风吹向村子 而此时的村长 给女巫使了个眼色 女巫马上拿出铃铛 开始有模有样地咬起来 此时老普的笛声响起 随着烟雾弥漫开来 老鼠倾巢而出 按照老普画好的路线 老鼠大军向着山洞跑去 这恐怖的数量 都把老普都吓傻了 还好山洞够大 最后成功地将 所有老鼠都堵在里面 然而当老普凯旋而归的时候 村长却露出了本来面目 这个村长是个狠人 直接将吹敌人的手指砍了下来 老普满眼震惊 自己刚刚帮助村子 解决了鼠患 不仅拿不到说好的报酬 还被砍断手指 这是什么道理 就在白天 老普成功将老鼠封到山洞里 成为了全村的大英雄 所有人欢呼雀跃 漂亮的女巫师 更是对老普另眼相待 而这一切都被村长看在眼里 于是村长来到女巫的家里 露出自己的真实面貌 警告他不要和老普走得太近 否则他能处死一个女巫 就能解决第二个 原来这个村子之所以鼠患不断 是因为他们遭受了女巫的诅咒 十年前战争爆发 村长带着村民们逃来这里 这里的村民原本是被瘟疫感染 被村长赶出来的 是因为女巫帮助他们 才能活到现在 因此他们自然不同意村长进村 然而村长会玩心严子 他将一个孩子掐哭 那些村民听到哭声 想起那些在瘟疫中死去的孩子 同情心泛滥 最终同意他们进村 他们却没想到 历史重现 村长等人站稳脚跟后 就纠占雀巢 将感染瘟疫的他们 赶到山洞里自生自灭 老鼠啃食着他们的尸体 村长本想留下巫师 但是巫师也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他看透了村长的狼心狗肺 于是在嘎之前降下诅咒 终有一天 回有客人前来 村子里的所有人都得嘎 村长听到诅咒有些脖子发凉 他将巫师关进山洞 一把大火就将它烧了 就这样诅咒正式生效 村长走后 巫师悄悄找到老普 希望他能将自己带走 不知情的老普 还以为遇到了桃花 当即答应下来 可灵走前 他要去找村长要钱 村长很爽快地准备好钱 但他有一个要求 就是让老普去村口看一下 一脸猛逼的老普走过去一看 那里躺着一只死猫 村长认为老普并没有清除鼠患 而且在当时巫师也在做法 这并不能说明是老普的功劳 所以不管老普怎么说 都拿不到这笔钱 老普不相信 他大胆地走过去拿钱 谁知下一秒 村长的儿子反应极快 他直接把老普的手指扔掉 老普痛呼出声 但这时村长拿过老普的包 将他包里的东西倒了出来 将他去属时的草图 可给儿子看病的医院地址 诬陷成卖国的奸细 甚至想要拐走村里巫师 村民十分生气 他们对着老普一顿抱锤 巫师见状也跳出来 只认老普是奸细 老普瞬间心如死灰 他不要钱了 只求村长能够放他们父子离开 但村长却直接撕掉医院的地图 彻底推毁了老普这好孩子的希望 老普彻底怒了 他想要上前拼命 又被一棒子打晕在地 就在这时 女巫换好衣服 他的肚子上还插着一把利刃 村长看着他缓缓走上前 就像被鬼附身 说了和上一个女巫相同的诅咒 随后突然倒地不起 村长知道诅咒即将重启 于是在食物里下毒 将老普父子给赶了出去 男人刚从昏迷中苏醒 就发现一只松鼠吃了饭团 已经中毒而亡 他四处寻找自己的儿子 殊不知儿子已经吃下饭团 仅吃了一口 他就嘎了 就在昨天晚上 被村长赶出去的父子二人终于支撑不住 老普靠在大树上昏睡过去 儿子实在太饿了 他从包里翻找出饭团 就在他准备吃下食 发现包袱中属于父亲的竹笛不见了 于是他悄悄溜回村子 并在村长的房间里找到竹笛 回去的路上儿子没有了力气 刚咽下一口饭团 就直直倒了下去 临死前还紧紧握住父亲的竹笛 等到老普找到儿子时 儿子已经嘎了许久了 老普悲伤不已 他什么都没有了 自己明明帮助村子解决了鼠患 为什么他们还要害死自己唯一的亲人 悲愤交加的老普 来到关注老鼠的山洞前 他祈求鼠群替自己报仇 事情办完后 自己愿意用一切补偿他们 随后他将儿子的尸体火化 并将老鼠最爱的药粉撒进火焰中 浓烟随风飘去 老普将药粉抹在脸上 随后吹响竹笛 带着老鼠大军回到村里 夜晚的村子已经被浓烟笼罩 村民们吸入大量药粉 已经变得昏昏欲睡 老鼠浩浩荡荡回到村里 将睡梦中的村民眩得体无完肤 有人迷迷糊糊醒来 发现自己的腿已经被炫美了 村长的儿子躲进猫龙 也被炫了个干净 等村长发觉不对劲出来查看时 门口已经全是老鼠 他连忙跑回屋内 推开暗阁 里面居然是小日子的衣服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奸细 藏得够深的 想要在桃花园里当土皇帝 村长拿着火把出门 殊不知 老普已经等候多时 此时的他看起来与厉鬼无异 他一声怒吼 村长差点被吓死 就这样他还想跑 老鼠大军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村长没有办法 他只能爬上鞦韆去避难 老普吹响竹笛 老鼠大军一拥而上 村长成功从鞦韆上吊了下来 老鼠将他炫了个干净 女巫的诅咒结束了 故事的最后 老普还是发了善心 他用竹笛将活下来的孩子们 带进了山林 这部电影似乎并不恐怖 但是莫测的人心 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 笛声能够操纵飞禽走兽 但其实有些人比禽兽更可怕